好来看到就是在明天呢 这个12月31号 2022年12月31号 蔡英文总统要召开国安会议 而且特别锁定的是经济面 听说要讨论还税于民 好那到了这个元旦 1月1号早上8点半 他会在总统府内发表新年谈话 而且呢会进一步向国人说明 会议结果 好那这一次呢 总统府有出来特别讲到说 我们看很多的媒体的报道都说 请特别注意哦 总统的元旦谈话 我不知道耶 特别强调这个部分 是不是颇有冲着赖清德来的味道 因为最近这个蔡英文你看 745天不见就是不见 然后最后呢 哦出来给媒体问到宝 那接下来国安会议 连开两场啊 那还要发表元旦谈话 所以处处彰显书 我才是老大 我才是我当家做主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么说 小英卸任之前一直到520 他的动作会越来越多 我觉得他现在当然有一种 就是不存在的焦虑感 所以要不断的就是告诉大家说 老娘才在老娘才是老大 可是我们看一下就是 失去了党过去蔡英文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他总统没有扮演好角色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国阵在用什么 他也不给记者问 但是他有一个角色扮演得很好 党主席的角色扮演得很好 我们看到凡有辅选必有他 非常勤劳的在辅选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所以过去的蔡英文是党主席的角色 多于总统的角色 但现在怎么办呢 没有党主席可以做啦 那只好还要有舞台 就是乖乖的回到这个总统的角色 但是你说来得及来不及呢 其实坦白说是来不及的 姑且不要说蔡英文闯下了2020这场大败的祸 一个正常的总统到了第二任以后 开始一定会面临就是民意的厌烦 然后这个满意度越来越下滑 甚至逐渐跛脚 这个康熙之后也有九指夺底 那何况是蔡英文在2020年 把整局搞惨 所以现在的蔡英文说真的 他除了能不断的秀一些存在感 然后他还有隔魁这张牌之外 他几乎在党内我觉得 已经面临一个很危险的地步 我们看到民进党 在前一阵子在检讨这个战犯 在抓战犯的时候 在点名的很多都是英系的 很多都是英系 或者是这个护皇派 保皇派 这个其实都是各派系 我觉得在这个蔡英文跌倒的时候 要去反扑 那当然这份检讨报告 昨天出入了这个民进党检讨报告 大家就一直质疑说 里面为什么都没有提到蔡英文 都不敢提蔡英文 那这是当然的 因为这份检讨报告 包括国民党当年的检讨报告也是一样 永远都在四个字叫必重就轻 这个重就是蔡英文了 你只要蔡英文没错 党主席没错 党没错 错了就是谁 错了就是林志坚一个人而已 就是他一个人错 谁叫他论文抄袭 谁叫他不老实 结果他全盘局人家蔡英文的布局是没有错的 但是因为林志坚个人的不当行为导致外溢效果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检讨报告也好 或者是前一阵子有一些铺牌 就是认为说哎呀就是你林志坚造成一丝五命 一丝七命的 如果林志坚觉得自己突然有一天变那么重要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死眼瞑目了真的 他一定没有想到自己那么 所以他昨天才写了一篇脸书说 我也是没有要选啊也是我被拱出来的 林志坚有错 他错在不老实 错在不老实 但是整个民进党的大败真的跟他 那么有息息相关吗 我觉得是民众对于2020年蔡英文大胜之后 原本有一些中间选民期待他可以做到两岸和平 或者是国内的朝野和解 但是我们发现他连任之后照理说他没有包袱了 不应该再被深绿的给绑架了 因为他也战胜赖清德了不是吗 台独之子他都战胜啊 然后李远泽这些深绿的人他也可以不甩他们啦 照理说蔡英文应该要在第二任留下自己的历史定位 往中间靠拢 结果我们看到蔡英文没有 他更去对立两岸 更去对立朝野的这个撕裂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很多中间选民 在当时817里面投他了这些人会觉得 会觉得被辜负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当两岸从过去的芒果干 一种感觉 芒果感一种感觉恐惧的感觉 到现在恐惧成真的以后 大家就会去思考是谁让两岸变得这么可怕的 过去民进党是用大陆来吓 吓台湾人说大陆好大大陆好可怕大陆好凶喔 吓你让你去讨厌大陆 可是当全世界都说台海是未来最不稳定的地方 两岸大已经开始预估了可能2024会有战活 2023最早都孤到2023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说恐惧成真 当恐惧变成危机以后我们一直去骂大陆有用吗 大陆在做他自己国家想要做的事情 他就是要这么干那你能怎么样呢 但是我们台湾的执政党我们在怎么做呢 现在民进党在这个兵役扶起的这个问题上 一直在说服我们很多民意代表在政论节目 或是在基层的时候我听到他就说 哎呀这个服兵役是人民的义务 保护台湾是大家的光荣 然后要进军队里面一年可以受更好的训练 请问一下是我们的义务没有错 保护台湾也是我们的光荣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 是谁把我们推上战争的边缘 是谁把我们推上战争的边缘 这个吴英龙到现在他选举还要打抗中这一盘 他没有看到2022民进党已经大半 他还在打抗中保农的这一张牌 可是我们看到当他说我们没有办法一直 我们没有办法去跟大陆做对话 是因为大陆极静的想武统台湾 那你不就是在打脸蔡英文吗 蔡英文之前国进的台湾不是才说 要跟大陆对话吗 所以民进党永远都在两手策略 永远都在骗大家 一方面蔡英文永远要讲一些好听的话 我维持现状我愿意对话我愿意友善 然后另外一方面民进党的这一些 狗屁倒召的人 就不断的 不断的在放这些刺激的言论 说真的不是说你不可以刺激 但是有什么后果你自己去承担 但现在的后果都是全民来承担 但刚刚凯翔说2024年如果今天投票 民进党一定败 可是我告诉大家如果2024投票的话 我真的不太肯定 为什么 第一个国民党自己的表现如何 国民党过去我一直每次都很苦笑说 我们很擅长玩一招 叫做贏败败得輸 2020何尝不是这样 万一我们又有一场内斗 挺锅的挺猴的挺猪的 万一又来一场大乱斗怎么办 现在党内已经有人说要赢锅回来啦 要赢锅赢回来啦我不知道对不对啦 然后侯友宜又有人虽然说 哎呀你做不完任期等等的 那朱主席他有放弃吗 我也不知道 所以国民党有国民党的问题 而民进党我们也不知道说 绿共民进党跟共产党 到时候又会不会发生什么样的冲突 然后激化台湾的这个孔中感 所以我觉得这一些都是2024年 我们没有办法预料到的过程